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9号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砖 今天咱们聊一个既有趣又重要的话题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了有史以来 他的最强的核讹诈宣言 他说我们要玩核武器的实弹发射训练了 我们怎么怎么样 这个新闻被很多中国媒体大面积的转载 就好像说大哥立起来了 大哥不仰尾了 我们也跟着有关一样 那咱们今天就掰开揉摔给大家讲一讲 很多人一提核武器就是全球毁灭 一提核武器就是谁都不敢惹 你们受很多 尤其是中国媒体的影响和宣传和洗脑 太久了 咱们今天就讲实实百道理 从核武器的几个步骤 从发射 从它的很多细节 给大家来详细讲一讲 这一次普京的核讹诈能不能玩得转 咱也聊一聊这个整个的所谓的核末日 它的产生中间的有一个区间 这些细节 咱们今天有时间给您详细的说一说 好 那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原本是怎么报道的 10月29号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说 普京在克林姆林宫发布了一段视频的演讲 演讲中他提到说 今天我们将进行另一场核威慑力量演习 我们将通过实际的发射这个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来制定官员控制核武器使用的行动 当然普京说 我们俄罗斯不会参加任何军备竞赛 但是莫斯科需要让其核力量随时待命 要我说 普京这个说法就完全是纯扯淡 你不是军备竞赛 你搞这个宣言干嘛 说白了 你的俄乌战场可能绷不住了 就这么简单 需要用流氓什么时候会掏刀子 流氓军队他拳头打不过别人才会掏刀子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对吧 所以他的嘴里边都是放屁 但是我们需要考虑一个点 就是第一 俄罗斯现在还有多少核弹 第二 他还有多少能用的核弹 第三 他的发射步骤是怎么样的 第四 他会通过哪些途径 把核弹传递到敌方的 比如说说北约的土地上 第五 也是最后一点 多少枚核弹一起爆炸 才能够摧毁世界 有人说核弹现在够把地球毁灭几圈了 对 确实没错 是这样的 但是有多少枚一起爆炸 一枚 十枚 一百枚 一千枚 对吧 这个咱们得详细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第一点 咱们要说俄罗斯现在一共 你看这个图片 这些老式的核弹 大概他还有五千五百多枚 很多都是这种你看这图片里边 冷战时期的这种军事设施 基地等等弹头 都是这个时期 遗留下来的 那么在这中间 大概有一千七百多枚 它是已经部署在导弹 在轰炸基基地的已经部署的战略核弹头 还有两千六百多枚处于一种在核武库里边储备状态的核弹头 而相比较之下的话 北约的数量看起来要比它少 大概是四千二百多枚 但是这其中的大部分是美国拥有的 那么众所周知 核武器不像咱玩游戏一样 说我鼠标点两下造个核电站 造个核发射井 核弹头在里边了 一直等着我 我什么时候用它 什么时候可用 真实情况的核弹头 那是个祖宗 请弹头容易 送弹头难 你弹头造出来之后 一个销毁很难 另外一个你维护它 怎么样 你都必须要按照一定的温度 一定的压力 一定的环境 定时更换零件 而且你要投送吧 你投送 你的弹道导弹 闲人才记得 那个中国火箭军 是吧 那个燃料液体换成水 对 为什么 因为很多液体 它是有腐蚀性的 你定期要更换 临时要加注又不够 那么中国的火箭军 有大量的贪腐 那你觉得俄罗斯的 这些战略导弹部队 有多少水分在里边 对不对 为什么普京要搞 这一个实弹发射 因为他自己心里没底 他必须要实际发射一次 而且可能要多发几颗 哪怕不带核弹头呢 常规的发射 因为核弹头你在井里面 发射不出去都是白费 要确定有多少 就是说这个贪腐的情况 和实际的使用情况 与其说他是一个核额诈 真实面对俄罗斯 面对普京自己的 极有可能是他们的一次摸底 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底 生怕这边跟咱圣上 面临的尴尬局面一样的 美国你再不服我 再不服我 摁电鸟 我炸你们 美国说 来 摁 摁 孙子 你不摁 你是孙子 普京一摁 这边没反应 怕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搞这个实验 所以核武器不是让我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那么玩 当然这里我们必须插一嘴 就是聊聊这个核武器 形成末日 到底需要多少枚 免得有些国众朋友觉得 我们空口无凭 是吧 觉得说一有核武器 他不敢动 我看到我之前很多 国众朋友给我留言说 俄罗斯不敢动核武器 他动一枚 地球就毁灭了 不是这样的 好吧 经过科学的测算 核武器在地球上 同时互相攻击 大概有个100枚到200枚左右 咱们取一个安全值 就是说100枚 100枚核武器同时炸响 所掀起的这种辐射尘 所掀起的这种尘埃 遮天蔽日 才能让全世界进入核冬天 到时候全球粮食减产 想吃狗饱饭而不得 这种情况下 才可能出现 人类的全球的末日灾难 那你看 其实中间还是有蛮大的空间的 也就是说 100枚核弹以内的核战争 是可以打的 打完之后 人类可能周围 像北欧这些地方 可能会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 或者说会有很多人被这个辐射尘 染上辐射病 但是 不会人类灭绝 这个话题是很多国家不愿意提的 尤其中国 它就喜欢提什么 就是我们有核武器 谁也不敢碰我们 因为一碰就大家一起玩完 这是中国很多人接受的教育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老郭总知道 我一早就说 去年我就在说 前年我也在说 我说这场战争 俄乌战争 不会那么早打完 另外它的核心目的 不是打赢哪一场战争 它是要做一场测试 老郭总记不记得我说这话 全网没有人说 就是我说的 对不对 我说 它很可能是在测试 如何在核大国之间 解决纷争矛盾 探索出一条 控制战争升级的 为什么 这打的看着 可能觉得打的很磨叽 它不敢把俄罗斯逼急了 它要一步步的蚕食对方 所以我们把话题拉回来 还说这个话题本身 所以了解了 这个俄罗斯的核武库情况 了解了这个核战争的情况 我们把心理的这个空间 放开一点之后 你再看俄罗斯的这个核指挥系统 你会发现 普京其实面临很大的问题 你比如说 俄罗斯的这个核发射步骤是这样的 首先俄罗斯的法律规定 只有总统有权按核按钮 就是下达发动核攻击的 这个最高指令 然后呢 它有一个 它有两套系统 并行应该说是一套是叫多重确认系统 一套是死亡之手系统 死亡之手系统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 这套系统确保了 如果说别的国家突然干掉普京 或者突然控制普京 和控制了俄罗斯上层主要的军方将领 导致或者切断通讯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这套系统得不到应答 那么这个系统就会默认为 俄罗斯的高层已经全灭 那么它会自动的控制这套系统 像之前已经设定好了目标 逐次发射它的所有核武器 所有在边的核武器 当然它可能不会把核武库的弹药 再取出来 再装上 这个能力它没有 但是已经部署在发射井上的 包括这些其他的发射装置里边的 它都可以发射 这是一个 就是说一套系统 而另一套系统 当俄罗斯的高层存在的时候 那么死守系统用不上 那么会受到国防部长 和这个总参谋长 应该是这俩货 这俩货的反复确认 就总统下令 普通下令 这俩货确认 然后这个命令被发往前线 可能是核弹发射井 可能是导弹发射车 可能是空军 可能是核潜艇 然后核武器才会发射 在这个过程中 发射中端的士兵 也要进行最后的确认 那么这一条你看到 这里边环节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那可能核武器的发射 都没办法完成 尤其首先是人的问题 说白了 没有谁是傻子 你普京 还是以前那个三国时期 说那些话 说谁都能投降 唯独主公不能投降 为什么 大臣到了曹涛那边 依然高官得座 骏马得骑 但是您要想获得今天的位置 您就难了 您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 所以说白了 不是普京在为了所谓的侵略 反侵略 像当年那个三连格勒保卫战一样 不是那个东西 那个时候是真的种植成成 现在 不好意思 是全国人民 全俄罗斯人民 为你普京一个人的愚蠢 和固执来买单 这形式是反过来的 所以下面任何一个官兵 你比如说 我是一个核潜顶的指挥官 我现在接到了上级 甭管你们上面怎么勾心斗角 我接掉命令 说发射核弹 炸美国 比如说炸洛杉矶 炸旧金山 不管炸哪 炸纽约 是吧 都炸 崩溪海岸都炸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插入我的钥匙 授权我的权限 潜顶上的指挥层就要商量 也就是说 总统普京 他不能隔着千山外水 远程操控你的核潜艇 发射这个武器 你得现场有人操作 那现场人叛变怎么办 潜艇里的人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都有老婆孩子 都担心核战争发射了 没你普京那么疯怎么办 这说白了 还是一个人心的游戏 你普京有确信 所有人都跟你混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再一个咱们再退一步讲 俄罗斯的军事投送能力 也没那么 很多人想当然的那么强 刚刚说了 俄罗斯的核武器里边 一大半都是冷战时期 这个继承下来的 新的那些所谓的 什么萨尔玛特 是吧 那些玩意取代原来 那个叫什么撒旦导弹 那个系统 其实没很多人吹的那么有效 包括俄罗斯说自己 搞了一个什么高超音速 你这个高超音速导弹 你的核武核弹头能装上了吗 对吧 你到底有多少煤呢 而且北约的拦截实力 也在不断的增加 说白了 现在真实的对西方比较有效的 或者有突进 或者说怎么 突然袭击的 无外乎三个发射途径 一个是巡航导弹的发射 一个是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 其他你的导弹的位置 发射井很可能早就被北约完全控制了 那我为什么说潜射导弹比较容易被发现呢 首先第一个核潜艇 核潜艇它是在水下的 它可能逼近到你的海岸很近的位置 才突然发射 留给你的反应时间短 它就可以轰炸你的沿海 没有傻子说 我从洛杉矶外海偷偷接近 完了我要发射一个导弹 去轰炸纽约去 飞越整个美国大陆 给美国流足充足的拦截时间 没有人这么傻的 它一定会绕过整个大半个地球 跑到纽约的近海去发射 炸纽约 是这么一个原则 所以这个比较难防范 但是咱们说了 潜艇降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潜艇在俄罗斯历史上 我想想 1962或者63年 那个时候应该是 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 有一艘俄罗斯的核潜艇 差点叛逃 因为环境很恶劣 然后它这个挤养要跟不上 被迫浮出水面 被美国打上了 差点引发外交危机 然后再往后 1975还是76年 冷战时期 有一个船在 我记得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北欧那边 叫萨什么 什么玩 瓦多 忘了 一艘舰艇 海军 要叛逃 结果被苏联海军拦下来了 后来那个指挥官被干掉 你就看到苏联 有很多人 其实跟脱离朝鲜是一样 都想脱北 都想脱离这个集权 你怎么确保 如果说核战争 你指派这个潜艇里边 带着几枚核武器 每一个潜艇 如果最后都叛逃 后来在美国 可以开俱乐部了 俄罗斯军官 潜艇军官俱乐部 人都叛逃了 带着核战头 带着潜艇跑了 你有辙吗 对不对 将在外居民有所不说 它不在你的军事基地里边 这是个要命的事情 这说核潜艇 另一个说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 它比较难拦截是什么呢 弹道导弹 它的弹道是比较清晰的 就算有变轨 它就高高在上 被雷达 被各种方式 是什么天机的 地机的 是吧 陆机的 不管怎么样 都能够监控到 它相对好拦截 如果美国有一些 藏着叶叶的技术武器的话 到时候也会拿得出来 但巡航导弹有个问题 巡航导弹往往是 这个亚因素 是吧 高亚因素 低于这个伊马赫来飞行 但是它飞得比较近 它有时候是贴地飞行 离地面就是几十米 这个高度飞行 尤其如果周围有山的话 你的雷达很难监测到 巡航导弹的这个飞弹 上面带着核弹头 俄罗斯有 叫什么 H-102还是什么 H多少 反正这个核巡航导弹 这个是对北约有危害的 但是北约也不是吃素的 这些年 北约进行了多层次的 专项整治的 针对低空的 这个巡航导弹的预警系统 尤其是欧洲 面临俄罗斯这边 你发射过的东西 也很有可能被人的提前感知 甚至情报部门 截获到你有可能发射之后 天上可能有多少架预警机 从天上往下 之前雷达波为什么无法反射 是因为地球有曲率吗 是吧 他照不到 现在飞机飞在空中 从空中往下照 探测范围一下就多了很多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 俄罗斯的武器装备 其实还是比较落后的 它没有美军那种真正的 比较有威慑力的投送武器 你比如说咱们说轰炸机 美国有隐形的轰炸机 对吧 你无法发现的 俄罗斯的什么 一个白天鹅图160 是吧 还有一个图95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是挺漂亮 漂亮是漂亮 但管用吗 咱们来看一下它简单的参数 你比如说这个图160 它的最大行数 只有两 虽然所谓的是超音速 是吧 轰炸机 但是它实际上只有 2200多公里 每小时 折合马赫 还不到两马赫 四台库兹涅佐夫的 这个涡扇发动机 是吧 最大航程 12000公里 不加油 然后呢 可带40吨武器 包括核常规巡航导弹 就像我说这个 H101 H102等等 作战高度 15000米 这个玩意儿 你说实在的漂亮归漂亮 你的飞行速度 以至于你拦截的 被拦截 或者如果你进行突防的话 你被拦截的概率是很高的 而另一个 那个图95 看这照片 这样的 图95 就更搞笑 图95是螺旋桨战略轰炸机 OK 它的最大速度 还不到1000公里每小时 900多 920吧 925公里每小时 航程呢 比那个不加油稍微少一点 1万多公里 所以你比上面的白天鹅还不如 所以整个这个你的 所谓的空军的突防 发射有威慑力的核巡航导弹的水平 就这个样子 哎呦 你的核额炸怎么搞得 搞得赢呢 对不对 包括手底下 还有叛逃的风险 刚才我说那个 一个船 想想来了 那个船 船名我忘了 那个指挥官叫萨比林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我应该是没记错 萨比林 那后来就被俄罗斯这个海军拦截直接给毙了 这些风险归根结底 是你的国家 你的经济 你的制度 你的政策 你的腐败 不得人心 所以还是应用中日加勾海战的时候 那个国家与国家之间 组织与组织之间 真正碰撞的是制度 是福利 是民生 这方面你只要拼不过 傻子构成你这个军队的每一个主体 他就算是傻子 他也会选择那个对他更好的地方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所以俄罗斯的核核战注定是无法成功的 而他们的失败也将近在眼前 连这个朝鲜兵都掉上前线了 还要不要那么丢人 最近今天还看了一个消息 你看这图片 人家说引用美国方面的消息 说乌克兰军队全球才排第八 我们俄罗斯排名列前茅 前三 这会你相信美国了 底下一帮人怼的 这是中国媒体转发的 这会又相信美国了 还有一个从乌克兰媒体传来的消息 说有一些脱北者 就是逃离北朝鲜的人 现在跟乌克兰要求说我们要上战场 我们专门 你把我们部署到那些朝鲜来参战的军队对面 我们要用我们熟悉的方式 那我们来抵抗他们 什么呀 心理战 那我们可能不需要跟你去争强争强拼 我们喊话就够了 我之前看过一个消息挺有意思的 说在那个三八线 就看图片三八线 板门店三八线的这些地方站岗的时候 一边是朝鲜兵 一边是韩国士兵 那双方国力弱嘛 是吧 那么有游客的时候 双方士兵都站得特别好 比个尔调直的 但是当游客走了 那不是经常有旅游团 没人的时候 韩国士兵就会从兜里拿出一些小零食来 好了有派呀 好朋友呦 巧克力呦 棒棒糖呦 甭管是什么 大家意思 各种看着小零食 开始吃 而它不是狼吞虎咽的吃 是慢慢的吃 对面十几米 甚至几米外 就是另一个 积贫积弱的朝鲜士兵 也是站着比尔调直 他这个眼睛 就忍不住的往那边斜 往那边斜 鼻子开始抽动 那个食物的香气 对物资匮乏的朝鲜士兵来说 那是极其诱惑的 它吃的是什么呀 那个包装纸 为什么还咯咯咯咯响啊 跟我们的不一样 没吃过 好想吃啊 考验 这是考验 这是资本主义 对我们的信念的考验 去掉八道 我想要资本主义 就是这种心灵的这种对抗 那还是在三八线 双方还有克制 到了战场上 脱北者用北朝鲜语 用各种的音频 广播的形式 向这些对面的朝鲜兵 去喊话 介绍西方真正的敞开了 对吧 什么什么 打开了繁龙非彩凤 顿断金锁走得龙 那玩意儿 直接就是放开自我 放飞自我的聊 有多少朝鲜军团 最后会成建制的 投降到乌克兰这边 我都不好说 到时候最后亏的是谁 最后可能亏的就是俄罗斯自己 对吧 将军 我带将军如明月 是吧 如亲爹 将军拿我换卢布 将军换到了卢布 就是金正恩换到卢布 俄罗斯呢 收获了大规的逃兵 对不对 那个场面如果有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做视频 进行报道 那一定会非常的有趣 太有喜感了 好吗 而那个情况的发生 那可能就标志俄罗斯 真正的崩溃的开始 好了 现在换句聊到这里 对本期内容有什么观点看法 欢迎评讯去留言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